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那么更感荣幸的是 我们今天能够请到这个杨老师还有黄刀爷 来到这里带给我们一些可以人生学习 跟艺术熏陶的到好机会 这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知道杨老师 许多年来一步一脚印走遍了台湾的海岸舰 那么他记录下许许多多台湾土地沉沫沉沦 海岸线这种穷富人家的生存挣扎与生存奋斗 他们把这些用这个摄影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今天黄导演跟杨老师 把这些令人感伤的景象 用唯美的艺术来呈现出来 但是我想是轻轻地呼喊 我们大家内心的觉醒 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到 这片土地的这些 跟人民的生活的这个严肃的课题 相信今天的活动 可以为我们带来 这个无限的歧视 谢谢 感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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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的海藝跟高雄的海藝有什麼不一樣 中華的海藝跟澎湖的海藝有什麼不一樣 人家說台東花也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中華更有漂亮 為什麼 因為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這是在地人說的 中華是一個被填滿的幸福 你像台南 台南他們在外面有什麼頂頭鵝散 什麼散 不過中華就來之後沒有天蠻 所以很像都不完蛋了 中華我沒有跟八鐵板的師傅 就說那邊就突然在那裡可以做 退炒的時候 長退炒 警察無公理 我們要在高雄 要是在東 要是在台東 中華你長退炒 2-3公斤 你要感受得對 就沒有 真是長退炒 感受得對 中華不一樣 中華你長退炒你死去 哇在那裡 所以 因為他的地理樣貌完全不一樣 所以 這是全台灣的唯一 全台灣的唯一 因為他的唯一 他也發展出很特殊的人文歷史和樣貌 完全很不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我 所以我的承認 我 這個 中華的海域是 一支多次的玫瑰 它很漂亮 不然 也 很不一樣 好 所以 感謝各位主辦單位 寫辦單位 全力的支持 文化局真的有任用性 可以在這個場地 或這個場地 來讓我們舉辦這次活動 也預祝今天的活動圓滿